其實我寫這首歌之前,我問過他會不會不舒服,或者不想我這樣做 因為愛情是兩個人的東西,不是我想寫我們愛情故事寫,那我問過他 因為如果他真的不想,我可以用其他題材做我的音樂,但他很支持的 但到拍MV,其實MV裏面的男主角,我是找回他做的 哈哈哈哈 你們有沒有看過MV,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個比訂帽費更慘,訂帽費我都明白,訂帽MV,我只是訂帽 和平分手到這樣 他知道我找不到男主角,他問我,大家都舒服,不如我幫你做 他真的去到親人 他有沒有安慰分手,不要那麼傷心 因為他上網看過人的留言,你真的很自私,你還要消費男朋友,你二度傷害他 反而是他跟我說,去安慰我回頭,我覺得 其實這個人,有些人會覺得分開了一段感情,就忘記他 沒有了這個人,對我來說是沒有的 其實一個人人生遇到一個人,我覺得很難可以忘記他 而且跟他這麼親的關係 不如這樣吧,不要說叔叔,現在已經買下來了 真的這個人一路會圍繞你,接下來的十年八年 不過這個也是網上的世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有些人不懂得了解,或者不了解,或者他不明白 我跟你的想法是不同的,那就是不同的 但你找到男朋友一起拍MV 他男朋友是自己提出的,再者,是你想得不好 你覺得那件事是向壞的方面想的 男朋友覺得我人生的戀情,可以做這個紀念也不錯 等於一起拍張照而已 就是等於我們拍拖的時候,一起拍張照 分開的時候,好像以前電影的一套 為甚麼結婚擺酒,離婚不擺酒 為甚麼離婚的時候不擺酒,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兩個已經不再相愛了 但我們都很感謝對方,再次感謝大家 你們看著我們一起拍照 記念著,為甚麼分開不記念 其實有時候分開的時候有一個紀念 大家可以有始有終,是很完美的故事 所以我前男朋友看完MV跟我說 他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紀念,是一個回憶 有始有終,是看你一個人的怎樣去想 等著,在生活上會不會像剛才那樣 我前男朋友,會不會有很多這些事情 無端都在家裡,啊,沒有人的 我會有些情況,會有些情況 所以,你說其實我還不是很適應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哇,你好像甚麼事都沒有 一個人有沒有事,不是每次都要給你看的 其實我覺得我還需要時間去適應這個過度 生活的細節裏面還要過度 始終都這麼長時間 對,只不過分開的原因是因為了解得很清楚